olika 大家好 我是瑪莉歐 這次在天之第二號裡面呢 我是擔任一個灑不隆隆的演員 三線的一個演員 然後呢 另外一個身邊又是 spy 就直接spy 大家好 我是玉芳 在《天字第二號》裡面飾演的角色叫做 邱秀平 秀平 秀平 贏母 台中有一個台中的經濟人喔 就是小三啦 我跟小三之間每天就在 拖席過招的感覺 大家好 我是李毅潔 我在《天字第二號》裡面是飾演 陳寧 中國的經紀人 一開始這個故事 她不知道我是失敗 就是陰座的陽差慢慢就拖了 幾乎了百分之九十 九十八 九十九 九十九個鏡頭都是視訊 其實演技上面有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因為演的時候 不可以真的看電腦 要看鏡頭的上面 所以我們是用余光看對方的表情 其實演起來很困難耶 很難 尤其是跟他演 因為演十次 他十次說的台數都不一樣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說話 我又沒說話 十次差不多七次不一樣 電腦有時候也會出一點問題 網路的問題 對面的是停住的 可是那停住更難演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你連余光瞄都瞄不到 而且你也聽不到台詞 他的電腦畫面 裡面的我其實已經停住了 停住然後連聲音都沒有 然後對就像這樣 但是我看他是OK的 對 然後可是因為那場戲很長 尤其是馬哥的動作很多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好沒關係你停住 那我就 我就幻想馬哥現在應該做什麼 就這樣演下去 結果很 訊號又回來了 重點是 回來以後馬哥講的話 就是我前一句問的那個話 就是 時間剛剛好 現在講完 對 算得剛剛好 你現在講完這個我雞皮疙瘩 對啊 你是不是有演那個火神 那個 火神火神什麼神 火神我們開創了 走啦走啦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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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神 那你想看 後來我們的孩子 他會說 2020年那一年 有一個很大的病毒 你們台灣的人 都每天都在隔離 那不是這樣 喔有有喔 我跟你講爸爸媽媽一直拍一拍 他就是 他當成這樣 我覺得 很開心啦 可以回味 到底是演唱 到時候 剪出來之後 剪 剪出來之後 你就知道 很有趣 你看這部的火神 你會 又去掉了